尋找哈马斯渔党 他们也开始把海水灌到地道内 似乎不想留下火口 另外今天有一段 加萨6岁女童求救的电话曝光 她跟家人遭到乙军的袭击 受困在车上 但最后还是不幸遇难 以色列士兵加速狂奔 一旁还有军犬紧紧跟随 在加萨南部战况最激烈的 甘油尼斯战场 以色列军犬成了好帮手 靠着军犬的敏锐嗅觉以军 只有能加快搜索 同时避免被哈马斯暗算 以色列国防部长声称 至今已歼灭一万名的哈马斯 问题是究竟还剩下多少人 直到现在哈马斯还是能经常展开偷袭 躲在建筑内瞄准远处乙军 哈马斯最新公布的影片声称 板级的地点是在中部的马加奇和布赖吉地区 对以军来说 复杂的任务还包含彻底摧毁哈马斯地道 这次以色列大方公开连接水管 引入海水的过程 证实水供就是摧毁地道的最佳手段 而最早周到以军进攻的加萨北部 避难学校周遭残破不堪 到处都是瓦砾堆垃圾 帐篷也是用几块破步 但加萨民众还是得设法生存 有休闲师傅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有太多人 鞋子穿破得靠寿逢修复 加萨每天都有悲剧发生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公布一段 六岁女童躲在车子里求救的电话 当时她和叔叔一家从北部逃难 结果遭到一军攻击 电话中也能听见其他亲戚讲话 不过他们最后都因为等不到救援 伤重过世 只剩女童一人继续与救难员通话 但过了几小时几天都无法救援 女童最后失去音讯 生死不明 目前甘友尼斯周遭的医院状况还是不稳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加码指控阿玛尔 医院周遭不断传来枪炮声 以军不让任何人进出医院大楼 物资医药品都快不够 先前以色列乔装医疗人员突袭西岸医院 酿成三死的事件 以色列前总理认为没有不对 他认为是哈马斯把医院当掩护所 不得不采取这个做法 不过对于约旦和西岸不断增加的暴力事件 美国也看不下去 宣布制裁四名涉嫌暴力攻击的以色列人 拜登在美国面临的反战声浪越来越大 经常有挺拔人士指着拜登痛骂 不过对于美国的制裁 以色列财长相当不满 痛皮症等同事犯犹太行为 别新闻综合不到 好就继续来看 现在反以色列浪潮持续的蔓延 以色列驻瑞典大使馆遭人放置暴猎物 另外位在土耳其的一间美国工厂 则是被武装歹徒闯入 挟持7名员工 嫌犯遭攻坚逮捕 而胡塞叛军持续的扰乱红海 有在于牛羊的商船在海上漂流了20几天 最后被迫原路折返回去 约队敲锣打鼓 武装分子扛着枪械 一字排开一起踢针步 胡塞组织新进成员 在叶门首都沙纳举办阅兵游行 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军力 还高喊力挺加撒民众 不止如此 胡塞领导人继续抢下美国 大枪美国走投无路 只好请出中国大陆举重卧旋 但似乎作用不大 只差不到1.6公里 胡塞反舰飞弹就要达到 美国海军驱逐舰葛瑞夫里号 这是胡塞飞弹距离美国军舰 最近的一次而为了报复 美军又对夜门展开新一轮攻击 夜门派军从去年11月开始 对行经红海的国际商船 展开一连串攻击 已经导致红海货柜量 减少将近30% 挪威运价分析平台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在鸿海危机爆发后的52天 从远东到欧洲的主要贸易运输成本 飙涨200%以上 这个数字超过新冠疫情 刚开始的前52天 对全球航运造成极大冲击 红海海运整个被胡塞打乱 根据美国CNBC报道 许多货运商只好变通 不是从南非好望角绕道 就是赶由从大陆绕进俄罗斯 到欧洲的铁路来运货 当中也有商船被迫折返起航点 白白浪费运输成本 这次澳在海上漂了20几碗的商船 载运价值200万美元的牲畜 包括1.4万只羊和2000头牛 月初从澳洲西部出发 漂洋过海要送到以色列 但如今却到不了终点 被迫原船遮返 消息传出后 引发动保人士抗议 除了在海上 在陆地上中东的冲突持续外溢 一名亲巴勒斯坦枪手 闯入土耳其伊斯坦堡附近的一座 美商工厂挟持7名工人 嫌犯还在工厂墙面 弃上巴勒斯坦国旗 逼用土耳其文写下 为了加萨以及不是棺材 就是死亡的字样 警方不敢贸然行动 一直等到枪手上厕所时 才出面攻坚 最后救出所有遭劫持工人 并拘捕嫌犯 另外以色列驻瑞典大使馆 周三遭不明人士放置爆裂物 防爆小组道场 在受控环境下引爆销毁 这也凸显以哈战争 让整个区域安全都亮起喉灯 以哈冲突爆发后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 遭受暴力攻击事件激增 甚至已经到达无法容忍的地步 美国总统拜登首度下达行政命令 制裁四名以色列人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因为他们涉及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还要带你来看 进入2024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机 仍然持续扰台 也让国防部的周遭动态发布 有时候不只是一天一报 但是过去三年来 民众已经习惯的航机式意图 从1月中旬开始被全面改版 资讯被大幅的简化 有人就质疑这个动作出于政治考量 而事实上过去的呈现方式 确实也有其他地方解释模糊的问题 中国大陆强军之路从没放慢脚步 当局法理支持之下 整个台海被当练兵场 这状况仍是现在进行事 这是旧版周遭动态图 国军勤奸真状况一天一报尽速呈现 直到2024年1月16号大改版 呈现范围被隐隐 指标出了共军军机主要活动区域 多加注了时间最接近的距离 以及高空气球空飘入境 却少了机种和航机 呈现方式调整之大 正反各有见解 然后大概这次也新增了一些 就是像例如说起飞的机场等等 那这当然有一点是 就告诉对象说 我们其实对你的掌握 我们大概都非常清楚 你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你不可能有什么任何作为 什么看不到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让对方 非常清楚我们的情知 到什么样的地步 以往的呈现方式 固然不能说是金山静美 但是他已经在国人 乃至于国际上面 建立了相当程度的权威性 他变得语言不详 其实就等于是我们把自己 好不容易建立出来的权威性 跟话语权 就等于是自动放弃了 只有中共的反应够快 他其实也可以 透过像南海智库的一个方式 他用每天定期公布的方式 就可以剥夺 我们对台湾周遭 共军军事威胁的 这种的权势权跟话语权 军事迷自发性为国监控 在2020年9月以前 是民众对台海动态 为数不多的关注管道 官方版的示意图 三年多来逐渐正式听 选业结束了 就不需要再太过分的强调 中共的压力很大 中共压力由军方自己承担就好了 他只要告诉 适切的告诉大家说 中共的基建还在附近 至于那些细节 就是让大家知道的越少 国防部做起事来就更方便 偏偏一月上旬才发生了防空误报 改动的时间点又是大选三天后 国军被质疑 阶段性任务已了 或许从技术面来看 情况较单纯 实际上他可能是进来了以后 就沿着这边飞 来回飞了两次以后再出去 对不对 你有人压在这边 他就保持在那个线上不过来 或者是保持在 那偏一点点的位置在那边飞 那你示意图 就多了一些说故事的空间吗 因为他实际上不是这样子飞的 方便示意的汇图方式和实际状况 难免有落差 这几年大家常听到的防空识别区 意义并不等同于领空 各国针对自己的防空需求 划设辨识范围 不管军用或民用 国外的航空机进入到这个区域里面 都必须接受辨别 而且表明身份 避免安全顾虑 甚至擦枪走火 我们的海峡中线的左边 实际上是上海飞航情报区 它是在做航路飞行 所以没有什么 你只要符合航路的这个高度差的隔离 或者航向的隔离 没有什么木马屠城 要干什么的 那有些人会拿 不管是Flyradar 24 还是什么之类的这些软体 来看这个实际上的轨迹 你从这边上面看到的 看不到我们的军机 那是不是也可能有一些 看不到对方的军机 除非它是在走航路 我把全方的打开 国防部应该去朝一个方向来努力 就让大部分的国人 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信任感 防空资讯异于取得的现在 如何避免民众变成惊弓之鸟 同时还要防范灰色地带冲突 侵蚀空域话语权 实在两难 是时候想象被动回应以外的解决之道 比如说我们可以派军机 做这种完整的 沿着海峡中线 紧贴海峡中间的飞行 甚至于是说 紧贴我们的反空识别区的边缘 这样一个飞行的展示的动作 那这样一个动作 最后显示是说 比如说像西南空域 或者是海峡中线以东的线航区 让国人跟世界各国清楚的知道 这些空域并不是中共专属的空域 一张动态各自表述 官方如果定义不明 外在的威胁才更有空间 见缝插针 TVBS新闻 娇汉文 朱光宏耶徐 台北道 继续来关注的是 日本能登半岛发生规模7.6的强震 而地震确切的原因呢 但您来看看 其实尚未定论 但事实上能登半岛北部 近三年来 这地震活动真的很频繁 不断的产生群震 而日本专家分析 可能跟深层地下水上升 造成断层滑动有关 日本能登半岛强震后 救灾工作又因为大雪来袭 困难度提升 当地居民生活仍然在重建期 只是余震还是接连发生 也让更多日本学者 投入对于当地的地震研究分析 今年1月 日本能登半岛爆发了7.6的强震 而日本多位学者认为 和地底下的流体上升 脱离不了关系 或多或少间接造成影响 也就是怀疑有未知物体在挤压 专家往前推测 2020年大量流体从地下深处上升 导致能登半岛部分地区 反复出现小规模地震 而且流体渗入断层缝隙 持续往上移动 2018年到2022年之间 我们在能登半岛的北端 发生了很多这种群震的现象 那这些群震的现象就被认为 是跟地下的流体 往上移动的过程有些关系 那当这个群震发生了以后 它相对来讲 它就会开始去挤压 比较前部的地壳 那就造成了 这个所谓的运震断层 深部的地方的一些 硬力的累积 那这个硬力的累积到最后 就产生了这一次 比较大的7.6的能登地震 跟这次的地震 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它其实它的关系 相对来讲是比较间接的 能登半岛东北部地震 变得更活跃 或许就是个前兆 不过接连引发群震 往往较常发生在火火山周遭 但从地震波资料分析 能登半岛属于非火山区 地下广泛存在的地壳流体 地下水可能就是寝宗因素 能登半岛这边没有火山 那个苍野没有火山 所以这边的那个牵入 一定就是议题 下雨震还在持续 那将来还会不会发生群震 就取决于它的那些 那个地下水 它大概有23个 东京大巨蛋的那个 这么多的这个水量 前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 主任郭凯文 把这种形态地震 称为温泉型地震 也让他联想到 台湾1867年的基隆外海 发生规模7.0强震 甚至还接连引起大海啸 造成基隆金山沿海民众 伤亡严重 当时史料就记载 北部火山口流出热水 他认为就是温泉型地震的证据 这边也不是板块的边界 那这边突然 如果突然发生地震 我们根本没办法预警 火山口流出热水 那我想火山口要流出热水 他也不是说一天就会流出来 他一定会从神部慢慢变迁 他发生的时间是比较早以前的 所以我们对他的了解 相对来讲都还不是那么好 我们没有办法透过 现在这个地震技术去做这些 那我相信这中间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研究的 毕竟历史周远 地震成因需要考察的数据很全面 专家看法有所不同 就连这次的南丹半岛地震 确切和流体的关联 也还只是推判 不过确实也给台湾学者带来参考 你会有一群规模可能都没有很大 可是你会发生一群很密集的地震 发生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面 那这种群震的特性 是一个地下流体型的地震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它会对于断层本身提供额外的这些挤压 那这额外挤压就可能是 原本地震周期可能是200年 缩短变成180年 地下流体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般较难观测到 而它未必会直接引起较大规模地震 却又可能间接会对断层造成压力 群震一旦发生频率过高 也得要提高警觉 特别的新闻 正审为旧学台湾报道 根据国外的研究指出 在瓶装水当中 侦测到平均每公升水当中 还有24万个可检测出的塑胶微粒 比过去估计的已经高出了10到100倍 这塑胶微粒可以进到我们的血液跟器官 也引起健康隐忧的关注 读科专家就认为 塑胶微粒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还很难说 目前国际都仍在研究阶段 但是也不要太打意 你好 我要一杯特农拿铁 然后我要使用循环杯 好 打开LINE官方账号 定位借杯的电点 再扫描循环杯 按下确认就完成借杯 用循环杯装热咖啡 一个月可以减少大约1万个一次性的纸杯 也能服务 忘了自己带保温杯的民众 连锁超商打造循环杯站 全台四分之一门市都能借还循环杯 而要民众养成环保习惯 方便性就是重点之一 现在还有永续循环杯大联盟 我们就是新手六大产业 八大品牌的业者 目前循环杯大联盟在全台 总共有1500个借用据点 可以支援甲地界乙地还的服务 举例来说消费者 他可能早上会在早餐店买一杯奶茶 他中午到便利商店买便当的时候 他就可以顺便归还 或是说他中午在便利商店买了一杯咖啡 他下午可能想喝手摇引 又可以把循环杯 拿到手摇饮料店去归还 当这个使用场景是非常多元 而且比较符合消费者 日常的生活需求的时候 大家的使用的比例才会提高 永续循环杯大联盟 从超商 素食业者 再将触角扩大到法规以外的产业 包含连锁咖啡 早餐店 手摇饮 餐饮店 成立以后 循环杯借用人次每个月都成长 而一次性的饮料杯 在我们生活中占不少的数量 除了纸杯 塑胶杯 还有瓶装水 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的新研究中发现 在热门品牌瓶装水中 侦测到平均每公升水中 含有24万个可检测出的塑胶微粒 比先前估计的高出10到100倍 塑胶微粒指的是 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 相当细小 我们把它喝下去的话 它的确会进入我们人体 就是说它会在人体的血液中有看到 然后在器官也会看到 然后甚至在我们的排泄物 在我们的尿液粪便 都可以验到塑胶微粒 这国外这一两年都很多这种研究 可是它到底对人体的器官 会不会有伤害 甚至说进入人体以后 它没有可能会增加癌症风险 其实在医学上还没有这方面资料 还在研究当中 读物科专家严宗海表示 塑胶微粒对人体的伤害 还在研究中 很难说就一定安全 而环保团体也发现 像是宝特瓶塑胶带流入海洋中 海鲜遭到微塑胶污染的情形 很普遍 绿色瓶我们过去也曾经计算 以台湾人吃海鲜的习惯 我们去计算台湾 台湾人吃海鲜一年下来的数量 以及这些海鲜过去曾经有被发现过 微塑胶的这个记录 平均台湾每人每年 所吃下的塑胶微粒有1.63万克 这个换算成重量的话 大概是1.05克 可以想象成是一根吸管的重量 像宝特瓶像这样子的案例 大家可能会很直觉的觉得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回收的 但是很讽刺的是 它还是最常出现在海洋垃圾里面 那就表示说我们后端的回收 都是远远无法解决我们前端过度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还是要尽快的去减少 这种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制造 然后赶快转成重复使用的模式 不只是环境中的塑胶微粒 医生也提醒生活中的塑胶危害 像是将剩菜冰到冰箱时 会用到保鲜膜 之后加热一定要把保鲜膜拿掉 像我们说会产生塑化机的只有3号 3号PVC的保鲜膜 它上面就是一道高温 它会产生塑化剂 就会污染到我们的食物 我们知道说塑化剂的话 它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会干扰我们体内内分泌的表现 它可能会长期接触 小男生就女性化 小女生性早熟 搞不好4岁5岁就来夜镜 入房提早发育 成人也会增加罹癌的风险 减速不仅是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也能让身体比较健康 可能不用等到下一代 在这一代可见的危机 已经在眼前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护 TVBS新闻 张正安 王一杰 调不倒 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要带您来关注 首先来看的是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的数据显示 一旦超过45岁 会被公司通知面试的机会 就大幅下滑了 而在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调查中显示 中高龄员工在职场感受最深的就是年龄歧视 那么26%的50岁以上员工表示 年纪成为了被议论的目标 丁姐动作俐落的摆放餐具 准备迎接忙碌的餐期 或是在柜台帮客人结账等等 她都游刃有余 56岁的丁姐之前在纺织成衣业 待了20多年 做会计和业务 但55岁时 公司因为不景气和缺工而关门 丁姐转换跑道来到饭店餐饮业 她说中年找工作 当然压力不小 就是等于在人资上面 第一关她在过滤筛选的时候 妖冤面试的机会就变少了 我变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是年龄的歧视 这种是一定会有 那再来就是说 可能企业主会担心我们的体力 或者是我们的反应能力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避免不了 可是我觉得保持学习的心 会让企业主会看到我们 中高龄的优势 丁姐开朗随和 对工作很有热忱 她说周围差不多年纪的朋友 多少有人求职时遇到年龄歧视 或是很难再找到符合 过去专长的工作 而以这家饭店来说 就觉得中年人非常不错 我觉得这个50家以上员工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度 其实不要说中高龄 因为像这种就是中年的 大概45岁50岁55岁的这种 其实他们的体力状况还是很好 那比如说像我们很多外厂的同事 他是需要跟客人做接触的 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处理一些 突发的客树状况 不是有办法处理得这么好 那有一点年纪的人通常在处理第一线客人的客诉 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的 比较不好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比较圆融 比较好的 看到中高龄的特质 也能降低人力流动率 根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最新调查显示 过去两年中高龄员工 在职场感受最深的就是年龄歧视 26%的50岁以上员工表示 在2022年11月到2023年4月间 曾经在工作场合 成为与年龄相关的议论目标 人力资源管理协会也访查 1000位人事经理 他们认为中高龄员工更容易 被他人认为不懂科技 这占了49% 抗拒新的工作方式有38% 固执或脾气暴躁是48% 而房地产大亨科扣兰指出 中高龄专业人士 想在求职面试中胜出 关键在于活力 整体资料库的数据会发现说 求职者他主动应征之后 被企业邀约面谈的 这个转换的比例 如果从45岁以上之后 他就是节节下降这样子 建议求职者不论你是在履历上 或者是你在面试中都要去展现说 你自己最近近期之中 有没有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技术 或者是你怎么运用这件事情 在你的日常生活或是工作中 那去降低企业去担心说 对于我的企业运用一些新的技术 你是不是可以跟得上我们的脚步 甚至是其实你也已经是 在运用当中就不用担心这个部分 人力银行建议 中高龄求职者要多去了解 想去产业的最新趋势 和专业技能是什么 在履历中精简二要呈现出 你跟这份工作的关联性是什么 也要多学一些新技能 甚至经营自媒体行销自己 而人力银行也提醒企业主们 面对台湾要迈入超高龄社会的现实 一昧年龄歧视 只会面临缺工缺人才的危机 在硬体的设备的方面 其实现在政府也不断的去倡议说 要再做植物再设计这件事 你要如何运用科技的力量 去降低就是人力的负荷 刚刚有讲到 中高龄的体力一定是会逐步下降的 我们观察到了 即便你的流程跟硬体都做了改善 但是你内部的同仁 是不是能接受 这样子跨龄合作的文化 这个在企业中要如何去呈现一个 跨龄的共创的团队 大家共好的在这个职场中合作 这个可能企业在内部推动上 都需要花一些心思跟做法 去提升这个友善的程度 年纪大不是工作的洪水猛兽 成就心态才是 雇主要避免年龄歧视 善用不同年龄层的员工 求职者除了过去经验 也要多学习新技能 企业和员工都要走出 舒适圈 TVBS新闻张正恩王一杰听不到 由于科技产业的发展 园区的成熟 新竹这几年来 已经是全台最热房市区域之一了 房价持续的创下历史新高 就算政府寄出一连串的打房政策 效果还是很有限 就连邻近的竹科的金山街一带 被称为竹科工程师的新手村 租金也在短短一年涨幅超过两成 那这间房子来讲的话 本身它的格局就是有两个店面 再加26间的套房 那总是八层楼的房子 那每层楼的格局的规划的话 就每层都有四户 你看一下 一间一间还有个别门牌标示 这一整栋出租套房有超过20多户 一有是租马上就会被填上 已经是满足状态很久了 为这么夯有原因 仅短短一公里长的新竹金山街 吃的喝的用的统统有 连接周边数条道路建构的生活圈 而竹科就在隔壁 许多外地的新手工程师 到新竹科学园区落地的第一站 就是选择这里 你想要在那边住了两三年 基本上可以稳定的话 只要你的收入根本都稳定了 基本上都已经往外贯去买房子了 所以基本上这边没有叫老鼠村 来到了新竹金山街 这里就是被称为新手村的地方 步行就可以到新竹科学园区 而且生活机能也是相当的方便 许多还没有买房的科技新贵 就会来这里租房子 也进步带动了这里的租金涨幅 光是一年的涨幅 就高达了26.7% 进一步从每平租金来算 在金山街这一代 从2022年的1017元 短短一年上涨到1289元 再对比金山街当地的房价 每平平均单价也从33万涨到39.9万元 同样也有高达20.9%的增幅 其他竹科附近的新建案成交价 更已经突破70大关 新竹科学园区这边钢新需求真的太强烈了 所以不得不说 目前比较没有那么有感 就是房价趋缓的部分 可能外县市可能会有一些 有人这样子觉得 可是新竹目前还在持续追高当中 基本上现在出来都已经破 不止新房价格往上飙 许多中古屋在2019年都还在20万出头 短短几年时间成交价已经翻到每平40到60万 惊人的涨势除了有刚性需求撑腰 收入在水平之上的就业新贵就是一大推力 以2022年来看 尽管全球在动荡 竹科厂商的营业额仍高达了一兆6132.55亿元 不仅是三大科学园区之首 甚至还比2021年增加了252.83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收入大增的科技新贵在新竹县市疯狂扫房 也让新竹市跟竹北房价疯狂飙涨 不过在政府祭出一连串打房政策 再加上2023年前10月 竹科营业额年间15%有衰退趋势的状态下 竹科的高房价有没有反转可能呢 最观点一件事情就是来自需求 根据竹科近年的从业人口数的统计 其实它还是处于一个不断在成长的情况 以目前来讲 所有的竹科下辖的总员区的总员工数 已经超过17万5000人 这都是比往年来说 人数来说是比较高的 未来因为竹科塔会有像宝山这边 还会再有新的园区的开发 从业人口数是不断的在增加 有益助这个刚性需求的话 那其实不管是在这个房价 还是房租的表现上面 其实可能还是预期会呈现一个 还涨的状况 还不至于就是说可能会执长这样 当全台房价水涨船高 竹科房市就是领头羊之一 从最多工程师落地的新手村 房租趋势就能嗅到端倪 9月新闻中的荣誠文学新竹采访报道 继续健康的话题来关注 气喘病又称为哮喘病 是一种受遗传或体质 跟环境因素双重影响的疾病 如果父母都有气喘 几乎都会遗传到气喘的身上 许多人有咳嗽的小毛病 常误以为是感冒 过敏甚至常心灌的后遗症 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气喘 专家估计台湾气喘患者超过200万人 其中有高达七成的人 不知道自己有气喘 值得注意的是 成人气喘盛行率约10% 孩童约20% 许多人轻忽气喘的威胁 严重的气喘也可能让生命受到威胁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 全球大约有3亿气喘人口 气喘它形成的原因 大概可以分成我们的基因遗传 再加上我们的环境因子 所以基本上它可能是一个遗传的疾病 当父母亲有这个气喘的体质之后 我们生下来的小朋友 他们也可能会带着这个气喘的体质 那台湾为什么有那么多气喘的人 也容易发作 不外乎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天气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感染 第三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一些过敏源 那天气变化在台湾是一个潮湿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在潮湿环境里面 就容易有一些这种过敏的一个发生 气喘是呼吸道慢性发炎 造成气道阻塞的疾病 它与环境遗传有相关 后发在家族有气喘疾病 异味性体质 或是长期暴露在过敏源 空气污染 烟草 还有工作中有一些游离的 有机物的环境 当然最近研究也是显示说肥胖也是气喘的一个危险因子之一 它平常如何预防气喘的发生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避免气喘的诱发因子的暴露 比如说平常的一些室内的清洁 减少过敏源 如果室外空气污染的情况下减少户外的活动 然后远离或是减少二手烟的一个暴露的部分 气喘主要就是反复的气道发炎引起 其他主要的症状大概就是咳嗽喘迷声 有人会有胸闷的症状 或者是呼吸会喘 但对小孩来说 其实很常表现的症状 都是以咳嗽及喘为主 尤其是晚上睡觉时会咳嗽 很多在门诊来追踪的小孩 有时候会跟他说你的小孩 诊断可能是起喘的时候 其实爸爸妈妈有时候会怀疑说 其实我小孩从来没有喘过 那其实小孩的部分来说 很常他们症状比成人比较轻微 主要的症状都是以咳嗽 长期的咳嗽不会好 或者是变天就咳嗽 或者是运动就咳嗽 或者是一到晚上就咳嗽 那这种症状的话 其实如果说在家族上 有一些家族死 比如说爸爸妈妈 有一些过敏的体质 轻微症状大概就是喘 然后有咳嗽 尤其是长期咳嗽 尤其是容易在冬天的时间发作这样子 那严重一点可能有胸闷 甚至有呼吸衰竭的风险这样子 那甚至有时候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如果说你对有一些饮食上的一些物质 例如说像花生 坚果类的东西 那当然你如果对这些东西会过敏的时候 那你在接触到这些食物的时候 就会容易产生这一部分的一个气喘发作 医师提醒在饮食上尽量减少油炸 加工食品或是刺激与高热量的食物 尽量以圆形或是天然的蔬食为主 一旦有气喘的体质 或者是家中有气喘儿 可与医师讨论借由环境的控制 饮食的挑选 平常的运动习惯 加上药物的调整 将气喘控制好 避免病情加重 TVBS新闻 肖英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在2019年开放山林之后 您知道麻山难事故大幅的增加 搜救队就提醒 登山前除了要做好入山功课 也要衡量自身体力 固定完成 准备上拉 搜救人员确认好带救人员伤势 用单架固定后 利用绳索将人慢慢拉上去 这是搜救队平时摸拟演练 山难救援时的流程 每一环节都得仔细 在遇到患者 这时候我们会准备我们旁边医疗包 都会帮他做必要的处置 通常遇到就是伤口 伤口的包扎 或者是骨折固定 固定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包进我们软式单架里面 然后再做搬运 在山林开放之后 山难救援的次数 其实是逐年增加的 而其中五大事故样态 第一名是登山者迷路的情形 而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创伤疾病 以及高山症 而另外像是坠谷的状况 则会最严重 2019年开放山林后 事故量大幅增加 当年全国山难事故人数267人 2020年攀升到699人 除了疫情期间稍稍下降 但2023年截至11月底 就有801人创下近年新高 以新北山区救难案件 平均一周周一到两件 其中以迷路或是受伤为最多 一年来统计的数字之下 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岁以上 会占大宗 然后以受伤者 无法自行行走的案例偏多这样子 对那接下来就是 有些会有内科的问题 就是可能会有心脏病 低血糖糖尿病的部分 也会有 另外在山区等待救援的伤者 如果手边还能有联系的通讯工具 在没有立即危险情况下 要避免移动位置 否则就会增加救援难度 手机都有定位 你就把你的坐标爆出来 但是你坐标爆完以后 比如说你有行动能力 你就在原地带圆 除非是你在很危险的地方 我们也是之前会常常接到说 他打了求救电话 可是他就一直走动 一直移动 台湾有多处热门登山景点 而大多坐落在中部 像是能高越岭 巴通关越岭等等 都是中央山脉横断路线 山部步道复杂 而且山域事故经常发生在南投 花莲交界的山脊上 而依照属地原则 花莲市消防局就要千里迢迢开车 绕过半个台湾 从西部展开救援 耗时费力 不止南投山区 有不少登山路线都跨县市 消防单元要跨区救援 如果事发在人县一带 就有不同管辖问题 有一团登山客 他们爬拉拉山 他们在人县上面的时候 就是发生了坠落的问题 然后刚好人员坠落的位置 是往新北市乌来的方向坠落的 因为人县它很明显就是两边 一边刚好就掉在 我们新北市乌来的辖区 当下通报的时候 就已经判断是新北市的辖区 所以以新北市为主 来成立搜救队 那因为由辖区分队出发救援 有可能会花到半天至一天的时间 因为路程太远了 所以同步就请临近的 我们请桃园辖区 由那边路山 大概路程只要一到两个小时 就可以接触患者 可以打握救援时间 山区的搜救状况难度相对高 以及人力都是问题 一旦遇到严重的坠落 或是伤势较重 较高的山区或跨县市救援 光是路程动辄就是几小时以上 恐怕会影响救援黄金时间 一直以来都是以民众受难的地点 来当作辖区划分的依据 对那其实消防队就是这样 就是人力不足是时常有的事情 但是跨区资源也屡见不鲜 互相合作已经是我们常见的事情 所以能力不足已经不是问题 大家互相帮忙 除了搜救人员尽力抢救之外 山友登山前也一定要检查好装备 以及山区的天气评估 才能把山难发生率降到最低 TVB新闻 于心海刘军 新北台北采访不到 全球时尚 一手掌握 女人我最大APP 你的随身美丽密书 从化妆秘籍到穿大技巧 让达人带你蛻变